非要京城养 大笑不缺养 欢迎收看由宇宙养飞老字号 京都念慈安独家冠名的脱口秀大会 所以我个人觉得 说到北漂 我给你们提三点 这关一定要过 第一 语言关 因为你不说普通话 交流起来有困难 咱们原来有个同事 你还记得吗 有一期节目 他去采访 采访完了以后 因为找不到配音演员 他自己配的音 然后我们所有人审片的时候 他阴森的 声音从片子里传出来 这个村 只有一个炕 炕上 有15个人 这15个人 每天干的事 就是打脸 我的妈呀 一个村只有一个炕 炕上有15个人 天天互相打脸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最后一翻译过来是 这个村只有一个炕 炕上有15个人 他们每天干的事是打眼 这期节目审的时候 咱俩都在吧 所以你要语言关过不了 当然我们不是说 歧视任何地方的方言 我会说方言 我骄傲 但是你要是说不好普通话 交流有障碍 工作效率会低下 所以遇到这种问题 你留还是不留 对吧 第二个问题 买房 当然我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分房 当时我一听 还有这种好事 报到的第一天 紧接着我就去了房管课 一推门 那个老师 有事吗 你好 我新来的 有房吗 房管课 老师 新来的 来来来 进来 坐下吧 你想要多大的呀 还能自己选呢 我说 您这有多大的呀 我们这从一居的 到两居的 到三居的 还有一千平米演播室 要吗 我说一千平米演播室 我也不敢住啊 天天在我家开春晚 谁受得了 我说 那就小一点吧 最小的也有 而且还有不同楼层 不同采光 不同风景 你要哪个 我说地下室就行 哇 这小虎子 你还真不挑 好了 那就这么定了 排队吧 排队 我说 什么意思啊你 说你看一看啊 中央台进来的 所有的职工 大家排队分房 我看看你前面啊 三百多个 你看 你看 前面你排队 前面还有你大姐 还有赵忠祥老师 你看赵忠祥老师 都排了二十多年了 对 我说那 那您觉得 我还有必要排吗 那个老师说 不忘初心吗 对 等着吧 当然 我也没等 因为很快 福利分房就取消了 后来变成叫货币分房 但年轻人说了 货币分房 你倒是给我货币啊 我毕业那会儿 北京最高的房价 最好的房子 大概五六千亿平米 我算了一下 如果你想住上一个 一百平米的豪宅 安居乐业 你要攒五六十万 当时我就按下决心 一定要回老家 太贵了 受不了 但现在呢 年轻人该说呢 房价都已经翻了十倍不止 你们老看房价翻倍 你们为什么不看一下 你们的工资呢 你们的工资也在涨啊 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 工资顶天了三千 你们现在怎么也得 三千五了吧 当然 买房子这事呢 你也急不起 因为现在房价确实贵 但你可以买远一点 你比如北京买不了 咱们通线 通线买不了 对 藏州 藏州不行 保定 保定再不行 咱白杨店 雄安 那边鬼 那边不行 咱继续往下走 再往下走 就真回湖北了 那跟回老家有什么区别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你留还是不留 最后一点 你的心态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藏龙卧虎 除非你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不然你真待不下去 我都遇见一个事 一个小伙子来送快递 一打开门 大哥 有你的快递 小伙子 里边我买的电子设备 好的吧 你豪不好 俺不知道 可能是豪的 可能是坏的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讲 这个豪和坏 它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你只有打开盒子的那一瞬间 这个两种可能性 才坦塌到一种可能性上 要么是豪坦塌到坏 要么是坏坦塌到豪 这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定理 叫 学定恶的毛 我当时我就说 大哥我错了 我对不起 我耽误你时间了 所以你说 在这样的城市里 到处都是人才 到处都是能人 你能留下 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心态 不忘初心 最后告诉大家一点 北上广 爱来不来 这句话按不同的方式读 它是不同的选择 北上广 爱 来吧 来 坚定信心 北上广 爱 来 不来 这是已经放弃了 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是第三种 北上广 爱 来不来呢 这个问题 那是学定恶的毛 你只有打开了盒子 那一瞬间 你才知道答案 谢谢大家